到这个世界来是为什么来的 佛经上市的好 人生仇业 你命里有的 决定有 丢的丢不掉 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 古时候人都懂这个道理 所以像这种灾难古时候有没有 很多 为什么他们都能平平稳稳的度过 那个教育 占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在艰辛度日子里 彼此互相照顾 有的帮助没有的 所以灾难在从前 布施这个饮食的 在饥荒的时候 富有的人家 施主 农的猪的时候 每一天猪的时候 就是供养这个贫穷的人 救济这些灾民 一般寺院道场 也做这些 救济的工作 那像我们过去 我过去在这个 这个新加坡 住在巨岁里 我们巨岁里每天三餐 不止三餐 24小时不争断 就是饮食 那都是缩食就是了 供借这些贫民 每一天 来接受供养 就是来吃饭 一千多人 新旗驾驶 人就更多了 三四千人 常年不断 这是一笔很大的开箱 你就问我到 纪斯林调查 纪斯林有没有开箱 没有 什么没有呢 因为社会上 知道你做的好事 有人送米 有人送油 有人送菜 全都有人送 送的时候 叫你吃都吃不完 真吃不完呢 吃不完这个又不能留 特别是蔬菜 他这个 一两天 他就变味了 所以吃不完 赶快送给别人 我们有两辆小卡车 这个其他宗教 办得有孤儿院 办得有养老院 我们每天 去送 那尤其在灾难的时候 就说 更多 所以有一些 善心人士 来来做这些事情 这个是 都要我们平常来 能够懂得 灾难 灾难是 是众生 不善意 所干得来的 如果人心都会 都向善 这灾难就化解了 不但是 人为的这些灾难 自然灾害 也都化解了 这个在华言经里面 讲得很多很多 他底下还有个问题 是政府官员 又应 如何 引导 背信 有个安稳的 新 过日子 这个是教育 但是教育 要有根 所以什么 砸根教育 现在我们这个 能离道德英国的根没有了 根没有了 你现在讲这个 你不相信 古时候人能安平落到 他再穷困 他也不会去抢劫 也不会去偷盗 为什么呢 他认命 我是个教法子命 我一生就是他逃犯 这些是砸根教育教导的 也就是说 他无论是什么身份 无论是什么行业 他守本分 教法子要饭 也守本分 路上有人东西掉到他 他失掉的时候 他可以在那等到 钱财 他在那等到 主人来的时候 他还个人家 他为什么不要 我命里头没有财 我要得了财 我会有灾难 现在到哪里是找主人呢 现在社会是还讲究这个吗 这问题就难解决了 所以我们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要想到赶快来补救杂根教育 现前灾难的时候 我们想办法来化解 希望以后不会再有这个灾难 不能说这次灾难 过几年又有了 这长年不断你怎么办 你应付不暇了 这才是个真正的严重问题 所以我们看看古代的社会 虽然有贫富 大家都知道贫富是国报 这个人发财 前世修的才50多吗 他应该得到国报 我一生贫穷 我前世没修吗 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补救 补救 到自己晚年的时候 生活可以能改善 这在中国 列朝列代 许时多文字记载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如果 有适当的方法的时候 政府引导人民 各个都能够明白这些 四十真相 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是理得 心安 道理明白了 心就安了 就定了 我们这一生在苦 最重要的 绝不 负债过日子 现在这个西洋 让这个风气很不好 借钱过日子 终身负债 可以说从出生 到老死都还不清 来生还要负债 你说多可怜 但是现在人不相信 有来生 许多事情在今天的时候 是没法再解决 古时候可以解决 现在没法再解决 这信心没有了 教育 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我们只有 劝勉 劝勉大家 解诱 能神 要神 有力量帮助人 尽心尽力帮助人 帮助人 绝不吃亏 帮助人是不失 越诗越诗越多 感谢观看